马拉基书第四章 万君之耶和华说 看哪,那日来到,像烧着的火炉一样 骄傲的和作恶的都必成为碎阶 那要来的日子必把它们烧尽 不给它们留下一根一枝 可是,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 它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,像蓝里的肥牛犊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实行作为的日子 他们必在你们脚掌之下成为尘土 你们要谨记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为以色列众人 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 看哪,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已先 我必拆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击打这地 以致完全毁灭